洛克不能来台自由行 这将冲击到台湾的旅游观光产业 不仅观光业者很是忧心 县长潘梦安也坦言有点遗憾 毕竟这样的政治决定 已让观光旅游蒙上阴影 我们比较遗憾 总是两岸维持在正常的文化 经济甚至观光的交游 这是我们一路以来的坚持 维持这样的一个对等的文化 或是观光旅行增进彼此两岸的认知 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但比较遗憾的这种政治的决定 让这个原本是纯粹观光旅游 蒙上了这样的阴影 那我想我们尊重所有政府的决定 但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是短期的 一时的 潘梦安强调作为旅游国家或城市 应该要朝多元化旅游目标发展 否则会被浪潮淘汰 以屏洞线来说 近年来就不断的调整脚步 以文化 产业 甚至是生态为导向 发展旅游形态 还有亲子游气等等 以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在地业者端出的诱因也是很重要 包括软体的服务的提升 这些都是在在过程旅游元素很重要的 那过去不管有没有入客的时候 我想屏洞县政府或是我们的屏洞旅游业者 我们也都严正以待 而且接近欢迎来自海内外各地的游客到屏洞来 所以虽然我们遗憾的是昨天看到这种新闻 是这个不发自由行的签证 那但这个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力更生 盘莫安说国内旅游要努力转型 只要地方有诱因 游客也会不惜千里而来 据了解 近年屏洞县有不少的自由行路客 爱来墾丁 这一波冲击会造成墾丁旅游的影响有多大 后续值得观察 而县府以及屏洞在地观光业者 已向严正以待 积极地到海外行销推展多元观光 同时也提升整体的旅游品质 期盼能够将伤害减到最低 让屏洞能在观光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屏洞新闻蔡立华杨正义采访报道